记者王秀廷台东报道 空情总队编号706黑鹰直升机在蓝宇外海失事后 离岛医疗问题引起各界关注 台东县政府为增加蓝宇绿岛两卫生所医护紧急处理能力 将先行自筹250万元 添购膝带型呼吸器等设备 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长苏美珠表示 卫生局日前邀及蓝宇绿岛两厢卫生所主任 严商提升离岛紧急医疗品质之道 尽量卫生所主任建议优先解决紧急医疗所需的设备 县府自筹250万元 将优先增加膝带型呼吸器三组 电子影像喉头镜组两部 电解值检验分析仪器两部 购买后将分别送至蓝宇绿岛 苏美珠说 卫福部也将针对全国离岛卫生所 进行紧急医疗的设备清查及盘点 在医区陆续贷款 苏美珠指出 为让离岛卫生所医护人员 有更充分的能力处理紧急医疗病患 卫福部着手规划相关教育训练 以提高周地处理病患的比例 减少后送食带来的风险 接近来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较